大家好 我叫蒋志 来自于四川梁山州乐器县 我是一个用筷子搭建建筑梦想的胖子 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恨 来 涂老师 不 现在解释完了 严家路仔 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现场的话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我媳妇的话是涂老师的一个忠实粉丝 那么她平时的话都会看很多节目 看完节目以后的话 她就会问我 老公你过来啊 涂雷老师好男人十大标准 你符合几项 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不好意思 你只符合其中一项 你是个男的 其他九项都不符合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吵架 吵完以后她就过来 把涂雷老师好男人十大标准的话 再学习一下 然后只要是看到涂雷老师的节目 她都会让我过去面壁思过啊 或者说是探讨这个好男人的标准 我觉得涂雷老师是我的敌人 因为她已经给我的家庭带来了矛盾 后面我们家的话就是说谈涂雷色变 以后的话可以看涂雷老师节目 但是不要再讨论了 然后后面的话节目组找到我 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节目现场 我搜索是我的天哪 严家路窄 我的敌人 我媳妇的偶像 涂雷老师 好就这样就来到现场了 你媳妇来了吗 我媳妇刚生为小孩 在家里面没有过来 她说的这个情况是真的存在的 我们有很多这个评论上面 好多男的是恨死了我的 她说你平时的那些言论 为什么我们媳妇都拿小手册给记着 每天以此来衡量 但是呢说句实在话 说恨是假的 但是给你带来了一些烦恼 是真的 我在最开始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也会认为一个老爷们喜欢玩这个 多少少有些占用时间吧 但是后来又一想 一个男人有自己的热爱 而且这种热爱是不花钱的东西 是靠自己的手去做的东西 用的是最普遍的一次性筷子 这男人得多有童心呢 这样的男人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女人是喜欢的 只是对你要求高了一点点 不要再恨我 你的敌人不是我 是你自己 你要超越自己 好 来来来来 感谢徒伟老 今天我媳妇看到你 他已经都不会骂了 那我们就跟你媳妇笑一个 媳妇 我们在进入现场 不要笑我了以后 好 谢谢 接下来就要介绍一下 他做的这些作品了 来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做这个作品的话 其实它是有故事的 因为我们来自于梁山 高中毕业的时候的话 和同学们的感情是特别深的 我就想一下 怎么纪念住我们这个友谊 那么当时的话 我就第一次做了这样一个作品 就是我的这个亭子 那么第一次的话 我是用牙签做的 做好以后 我送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哥们 这个作品在送的过程当中的话 就给了我两个启发 第一个启发呢 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 回头力特别的高 但是我就这样走着 然后别人就这样 你看那个小子 可以可以可以 就这样就这样 然后一路上的话 那些人就 就这样 我觉得特别有面子 你很得意洋洋 我从来没有得到别人这样的表扬 我觉得好像自己的话 得到别人的肯定了 心里面非常的开心 第二的话就是 我的朋友特别的高兴 我们就发了一个什么QQ 然后呢就宣传出去了 就有很多亲戚朋友 都来要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从08年到现在 除了工作以外 其他的越野时间的话 都在送礼品 现在的话已经十年了 然后我还欠很多人礼品 然后这些作品的话 都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这个的话就要好好介绍一下了 因为我的家乡来自于梁山 我相信我说越西县 在座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嘉宾朋友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这越西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去过没去过 我是四川人 四川人好 好的老师 这个作品的话 是我们老家的一个 叫做拜仙桥 因为我妈说 你在外面工作的话 你要时时刻刻想着家乡 然后因为我的工作原因好 我不能经常回到家里面 所以我妈说 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家乡的桥吧 放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想家的时候 你就看一下这个桥 所以我就把这个桥做出来了 后面的话做出来以后的话 我觉得因为我的家乡 除了一些当地的土特产以外 没有让别人寄出的东西 那我做了这样一个 这个拜仙桥以后 可能以后别人买了这个东西 或收藏以后 他会发现 因为这个桥而记住我的家乡 我觉得我可以为家乡 做一点微博的力量 也可以帮家乡做一点宣传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作品是贵州茅台找到我的 因为当时的话 茅台的话 他们想结合茅台来宣传一下 它的一个地方文化 然后他就找到我 让我来做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可以揭开的 以后的话 它的茅台酒的话 它可以放在这里面的 别人喝的瓶子的话 我相信这个包装盒 它不会扔掉 就可以做成一个 很好的一个 制念的一个东西 这卖多少钱 应该给茅台 这个的话 三千块钱 做多久 这个我做了15天